救護車緊急到場 醫護人員抬下單架 只見兩名男子滿身是血 其中一人已經失去生命吉祥 警方互報到場鄰居理論演變成流血衝突 甚至鬧出人命 村落暗夜巨大聲響 附近住戶都嚇壞了 兩人早有嫌隙 喝了酒情緒控制不住 尿成悲劇 事發在十二號晚間八點多 在一線水上香三介浦一帶 四十六歲的無心男子和四十五歲的 蔡新男子是鄰居 兩人長期處不好 蔡新男子曾到對方家中破壞門窗 還打傷對方父親 種下禍根 無心男子心生不滿 支鐵俏理論 爭執過程中反被打死 警方到場將人逮捕 根據瞭解蔡新男子曾多次到對方家中鬧事 報警也沒用 無心男子這次本想討公道 卻反遭打死 警方將蔡新男子依殺人罪 以及過世致死罪嫌移送偵辦 TVBS新聞紀見亨嘉義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警報警示已報警upid 宛寛塔 需要談判請